我们这里要来利用分身的方式来制作砖块的分身 然后并将它排列整齐 我们等一下希望一列有四个总共有三列 那它的方式是先把砖块的本尊先隐藏起来 产生了12个分身之后 我们再让分身显示 首先我们可以当绿齐备点一下的时候 我们先将本尊隐藏 然后把本尊移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接下来 我们希望这里产生四个分身 所以呢我们可以重复做四次 在控制这里 重复做四次产生自己的分身 重复四次 重复产生四个自己的分身 每一个分身 我们将它坐标改变100也就是右移 所以在动作这边 将S坐标增加100 就是改变100 好我们来测试一遍 因为这是隐藏起来的分身 所以我们可以在控制这边 当分身产生的时候 我们让它显示出来 好这里是隐藏产生了四个分身 而且是一列四个 S坐标增加100 所以它会产生四个 然后这些是隐藏起来的分身 我们让它显示 当分身产生的时候显示 我们来看一遍 好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S坐标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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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四次 那分身产生的时候 我们让它显示 接下来我希望有三列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这件事重复做三次 所以我在控制这边 我可以让它重复做三次 但是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 第二次的时候 它的Y坐标其实是往下移的 也就是它的高度是往下移的 第二列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可以 把第一个的坐标往下移 每下移列 Y坐标就减35 所以我们可以来这样子处理 我们利用Y坐标减35 每换一列 Y坐标就减35 好我们来看一次 所以总共换三次 换跑三次 好这样子我们很快的就可以 做好了12个排的很整齐的 那我们下次可以透过这些地方来调整 比如说我要四列 我只要在这边改四 所以我可以很方便 就可以来调整我砖块的数目 好我们把它改回3 好这个就是利用分身的方式来产生排列整齐的砖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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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